2016年6月英国公投决定脱离欧盟 英国首相梅伊也计划下个月启动围棋两年的脱欧程序 我国驻英国代表处日前举办座谈会 邀请英国上议院副议长继首相对台贸易特使佛克纳勋爵 及经济学人主编朗恩探讨英国脱欧后 亚洲未来在经贸及其他领域的合作机会 我们必须在这一方向建立更多的动力 即使是FTA或是非国际投资协议等等 但无论习近平均是台湾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必须继续持续持续 我愿意参加Derek Marsh的EAS 我们愿意参加更正确的 朱英代表林永乐提到 英国决定退出欧盟在国际上 具有重大政治及经济意涵 全球都密切关注英国要如何重塑全球地位 以及和亚洲的伙伴关系 弗克纳强调英国会继续促进台英双边贸易 尤其在永续再生能源和基础建设 世卫经济等领域将会继续提升 让英国成为台湾人到欧洲投资的首选